苏勤 祝明友 如果说你要挑一个男朋友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这个全方位的 从多角度的来评判他 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 说这个钱呢就像是健康 如果说一点都没有的话 肯定让你特别痛苦 但是你光有健康的话 你也不能说你这个人生就是快乐的 所以说钱肯定是得有一点 其实我是认为是把这个职业和这个经济关系 这一块呢只占一个三分之一的一个比例 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处理人际的这个关系的能力 包括他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 然后呢另外一点我觉得人品特别重要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他对于人品上存在疑问的话 我觉得你跟他一起生活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安全感可言的 其实女性对于男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他人缘好 也就是说他身为能够有一批能够帮他的朋友 包括他的周围要有一批 能够跟他有一种这个很深入的交往的这么一个交友圈子 可能说很多女性对于比较独的 或者说他身边没有好朋友的 也不爱交际的这种男性 是持一个非常否定的一种态度的 所以很多女性都希望说 我的男朋友虽然天天有一大堆的朋友 可能要去应酬 但是他觉得可能说有这样的这个男朋友 其实是痛病快乐着 虽然说觉得他没有时间来陪我了 但是至少他有这么一批好朋友 证明他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受欢迎的 哪些男性坚决不能交往 其实我觉得第一条是这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 有严重的这个重男轻女情结的 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他说我的上一段恋爱就在我这个快要订婚的时候就结束了 然后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因为当时我发现 他在这个跟我讨论这个结婚 包括日后的这个婚姻问题的时候 他说如果以后你怀孕了 会通过各种途径去给你去做这个胎儿的性别鉴定 如果说鉴定出来是个女孩的话 那不论如何都要做掉 因为我们家里说就我一个男孩 我们家是几代几代单传 然后我必须要一个这个男孩 当时我的这个朋友说 我听到了这番话之后 就是下定了这个很大的决心 义无反顾的就跟他分手了 我觉得他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真正的一个特别重男轻女的这个男人的话 他其实在心理上是轻视女人的 他会觉得这个我的老婆 他其实就是我的老婆 会有一种个人的专属物品的这种心态在里面 现代女孩其实特别喜欢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呢 又要特别帅 又要特别有情调 然后又要特别有品味 特别优雅 我经常对一些女孩说 我说如果你的这个现在遇上一个男人 他具备这些所有的条件 那如果说你是在想要挑选一个这个结婚对象的话 那你最好把它绕开 因为跟这样的男人的话 结婚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难题 他会给你找很多的麻烦 而且另外一点 这个特别有品味的男人 他往往背后掩藏着一点什么样的心理属性呢 就是比较自恋的 或者说他心态上是比较自负的 他其实时刻是希望把自己搞得很有品味 一出去之后可能说受到很多人的这种爱戴和爱慕等等等等 跟这样的这个男人的话 其实你是不太有主动权的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一切要交到他的手上 他随时来制定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想玩的时候就玩 但是我想停的时候就必须让我来停 他来决定这个自由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 就是说特别爱花女孩钱的这个男性 我们最好也要绕开 那另外呢现在很多男孩特别爱为女孩来安排他的收入 比如说一个女孩说我每个月开支之后 可能说我的这个男朋友就已经为我安排好了 说你不能随便买这个不能随便买那个 然后你的钱应该留起来做什么做什么 但我觉得这样男性他相对来说这个控制力是比较强的 其实从一个男性对待钱的这个态度 你可以慢慢的去透过对钱字背后 看他的内在的一些隐藏的一些心理的属性 那跟这样的这个男性接触 或者说婚姻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控制力太强了 你可能没有自己的这个空间可言 我们作为一个职场女性 不要去把这个找男朋友当成一个找工作的这么一个心态 她往往对于恋爱的成功是相对来说保障是更高一点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女性在这个找男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种这种求职的心态 比如说我第一我要条件 我要奔着什么去的 那这种相对来说 他有一定的这个利益目的的话 相对来说这样的恋爱是不太保险的 或说不太牢靠的 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技巧 你一定要能够了解对方的心理 比如说某些时刻不该说的话 某些时刻你不该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尽量的就要克制自己 在这个时刻就不要去做 但是现在很多女孩比较擅长的一点 就是火上浇油 她看你这个不高兴了 然后她说你看你不高兴了 我更不高兴 你都没有哄我 那我干脆就不理你了 这往往就是一些火上浇油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当一个男人事业上 或者说工作上不太如意 不太顺心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不要去发泄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如果你能够帮他度过这个坎的话 他可能在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感情上 他会给你在心理上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跋生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女孩要懂事一点 当着他的这个亲友的面 你一定要给他面子 在女人心目当中会有一点这个情绪 就是觉得他在外面有点爱装 那明明回到家里跟我是什么什么样的 但是到了外面之后 他反而是另外一副面孔对我 好像就是对我知识来知识去的 很多女孩就是跟男朋友这个在外面聚完会之后 回到家就要吵架 大吵一架 说你怎么对我在外面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作为女性要会理解男人在外面的这种表演欲 或者说他在外面有一种做领袖的这种欲望 所以合理地调配你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和地位上的一个比例 对你的恋爱来说呢 它会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调剂作用 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不论是你真的能让她怕你 还是说假的能让她怕你 但是我觉得能够让男人稍稍有点怕你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更愿意把缘分理解成一种感觉 你说现在的人到底是 注不注重感觉这回事呢 你感觉是不是到位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这样的这个说法 现在的这个女性和男性 她其实越来越注重感觉这回事了 比如说如果我的感觉没到的话 我就觉得是缘分没到 然后既然是这个缘分都没到的话 我们再继续坚持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好的这个结果的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单纯的说缘分的话 有一点消极 比如说其实很多缘分你会发现 它往往是这个 这个展展转转之后 通过你的努力来得到的 因为我讲一个这样的这个故事 就是真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事情 你说这一对呢 在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 双方的通过一些亲友 给他们介绍过相亲 他们当时说我互相对对方没感觉 然后觉得我们俩没缘分 然后就和可能说快速的就已经这个结束了 但是二十年之后 然后展展转转 他们两个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然后这个时候说大家又再给他这个说撮合撮合吧 发现说他们两个都是大龄的圣男和圣女了 他们再次走到一起之后发现说 其实我们俩感觉还不错 然后如果说早知道的话 我们二十年前如果在一块的话多好 因为现在年纪大了 可能说这个孩子什么的都已经要不了了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终身的遗憾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 这个单纯的拿这个缘分做挡件牌是比较消极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见钟情啊 包括这个感觉这些东西 它往往是这个很快的一瞬间的这种 过电的感觉滋滋拉拉的 一下子就是看一个人说我特别顺眼 但是这种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说 我觉得我想要这段缘分的话 那我觉得你通过你自己的这些努力 如果说我们见第一遍 他对我没感觉 但是我对他有感觉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追你这段缘分 然后我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我去追他 然后我们通过各种的这个途径 让他去了解我 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的缘分会慢慢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灰太郎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怕老婆 对 但是现在很多女人都比较喜欢怕老婆的男人 因为觉得可能说跟他相处的话 比较有这个主动权和控制感 然后男人的话也爱说自己怕老婆 因为在中国的话说怕老婆是一句挺绅士的话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不论是你真的能让他怕你 还是说假的能让他怕你 但我觉得能够让男人稍稍有点怕你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他不怕老婆的话 他真的敢随便胡来的 我觉得女人其实说男人对女人的这种怕呀 有的时候可以理解为一种重视感 比如说他心里哪里当回事 他在想要做一些这种不太规矩的这种行为 或者说对你来讲会造成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伤害的时候 他会掂量掂量 说我重视他 或说我有点怕他 我不敢随便来 然后我做了之后 他可能会非常不高兴的 其实女人一直特别在乎 自己能够在对方心目当中的那种地位和安全感 这个其实女人所有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满足 都是来源于男人对他的一种重视感 男人在这个家庭关系的调和当中 你一定得适当地表现出 或者说你不是真的怕他 但是你要假装的有点怕他 因为男人对他的这种迁就和顺从 包括这甚至是有点带引号的这种怕 会让女人有一种非常大的心理满足感 他会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是有地位的 然后我在他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 因为他们可能每个人说在恋爱一段时间之后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相对来说对于彼此的那种感情 相对来说会逐步逐步地去有一个麻木的一个趋势 如果说他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感情 能够有更多的对你的这种重视 愿意为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上的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婚姻哈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说把自己全部的这种自我 百分之二百的我都要表现出来 在适当的场合你如果带有一点点这个表演的性质的话 会让你的婚姻包括你的恋爱有一种天才的感觉 你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每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天都是用很真实的这个自我去跟你交往 但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耍了一个小花样 突然有一个这个剑走偏锋哈 有一带有一点小小的表演性质的一点小浪漫 或者小情调啊等等等等 它会让这个婚姻突然变得不一样 会变得很亮 职场男女如何让自己的爱情走得更长远 作为一个这个恋爱男女哈 可能说最首要的是你要接受对方 然后包括接受你自己 然后这个接受这个词其实我是非常这个鼓励大家都去想想的 因为现在很多女孩虽然说在谈这一段恋爱 但是她不接受这段恋爱 她可能说脑子里时刻想着说 也许我在某一天还能碰到一个比她更好的这个对象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接受啊 是很多麻烦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前提 因为你不接受 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麻烦出现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我觉得说作为一个职场女性的话 都挺忙的都挺累的 如果说你真想谈好一段恋爱的话 一定要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 其实恋爱也像是一场这个工作一样 也要你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这种安排 它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收益 作为女孩要懂事 然后不要说整天的这个折腾 不要说整天的这个闹 每个男人可能都有一个恋爱的底线 那这个恋爱的底线就是这个对方不要让她觉得烦 心里焦脆了 她可能说我就要放弃这段恋爱了 所以我觉得女人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学会适当的放和适当的收 如果说她心情好的时候你说我们稍微的这个小折腾一下 小撒娇一下也没关系 但是因为时机不对的话 我们也一定要收紧自己这根弦 另外我觉得可能说男女之间要学会更多的利用 现代的一些这种交流手段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男朋友和女朋友 设置成我们的这个网友 我们有时候可以不见面 但是我们一上线然后找她聊一聊什么的 聊聊心里的话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当面可能是不太好讲的 但是通过一种其他的一个方式包括这个电子邮件 包括一些这个KKR MSN这种聊天的这种方式呢 相反她会有一些这个真心能够暴露出